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问一下 大家好 我是演员 丛杉 谢谢丛杉老师 欢迎丛杉老师 您好 非常欢迎您来到全英会 您肯定不记得我了 其实我很早很早之前 就跟您在一个剧组工作过 我肯定猜不出了 我也肯定记不出 对 对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 然后丛杉老师和朱世茂老师 当时在拍两个人的房间 我在大学时期的实习 然后在那个剧组 我印象很深的有一场戏 就是您跟朱世茂老师 在拍那个离婚的那个场景 然后那个时候是场季 从那部戏开始 然后让我对所有的影视行业的工作者 复然其境 然后有了新的认识 特别感谢您丛杉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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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当了主持人是吗 所以我就当了主持人 这个一看丛杉老师演习 这高峰超越不了 改行吧 我主持去吧 别 千万别这么说 刚刚看到丛杉老师分享这照片 其实好像和我们其他嘉宾分享不一样 我们很多嘉宾愿意分享 比如过去的全家福 或者一些个比如登上春晚 就是非常辉煌的这些照片 您对演员定义更多是漂泊 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定义呢 这个是个人的感受 不是选择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站在这儿 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说话 就是要说自己真实的感受 我不要做一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我从十八岁进戏剧学院 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四十年了 这个行业就是让我围着地球 也已经走了至少有那么几圈吧 所以这个是职业带给我们的 有一点像一种影 还有的人到了剧组 就完全把那个地方 布置成一个临时的家 所以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你走到哪儿 在哪儿工作 哪儿就是你的家 没错 我觉得从老师这个讲的内容当中 我们又体会到演员另一面 真的非常希望今天 通过了解我们丛山老师的故事 走进您的生活 好吗 谢谢 我们也来一起翻开 我们丛山老师的相特 您这个是从小的时候 就喜欢表演吗 小的时候喜欢 那时候叫做文艺 唱歌 跳舞 后来我上中学的时候 开始觉得 是不是有一天我要当演员 然后我就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拍了电影 您这快进得挺快 对 但是这让我们好多人 还得往回倒倒 对 关键这好多人一听 这事太容易了 小时就喜欢文艺 下一步就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然后就拍电影 您这个小的时候 怎么就自己觉得演戏我就喜欢 我其实那时候对演戏没什么概念 那时候喜欢也未必就是说 一定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是喜欢 我们有一张 从山老师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就这张照片一看呀 就从小就是美人披子 看到从山老师这张照片 就特别的文艺女青年 眼神里面都带着那种 悠悠郁郁的感觉 而且您这张照片是在哪儿拍的呀 实在跟你说我根本不记得 我不记得在哪儿拍的 但是我那时候 应该已经大学毕业了 那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是您故意就是摆了一个这样的姿势 还是说别人抓拍了一下 我其实不会拍照片 我就是因为我很不自在 所以就成了这样了 据说当年这个从老师 在中学时就是笑话 而且好像还有这么一个 说您是西单一带 远近闻名的美女 好像不是很清楚这个细节 您经常去西单吗 我是那儿长大的 在西单不长大 对 那这就肯定是了 也许吧 不知道 倒是有这样的时候 你上着上课 啪 一个蛋蹦子 那个一个什么纸团子 就蹦在你身上 被儿疼 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就拿蛋弓子 对对对 就男生使坏嘛一般 有吧 你看 我都听见观众席 有人说有这样的 对 男生 还有揪女生小辫的 对 什么那些捣乱的 伸脚拌你一下呀 对对 反正我是没拿蛋弓子 蹦过你了 偶尖 她 dismissed